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是2011年第一次听到神跟我讲话 之后我每一晚很喜欢跟他聊天 有一晚很突然之间 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力量 就把我整个人推倒 我躺在床上 当我起身的时候 我马上就听到他的声音跟我讲 他说 糟了 糟了 你看你 你鬼扶啊 你被鬼扎啊 我立刻就很害怕 我在心里面就害怕出来 害怕到整个人都震了 立刻打电话给他传道人 传道人就很好 他就帮我约叶牧师 他说找叶牧师跟我做释放肚告 在我见叶牧师那天 有一些很奇怪的事又发生了 很明显那些事发生 就是仇敌他要工作 他要拦阻我去见叶牧师的 那我一出门口 我突然觉得胃想吐 那一刻同时又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 他说 我们要令到他吐 然后他就不可以去叶牧师了 那我听到 我知道是仇敌在那里说话 那我不理他 我就继续走继续走 那接着很快 我又听到一些声音在那里说 我们令到他又暈了 又头痛了 那他就去不了了 那接着我又不理他们 我就坚持继续走 那我去到西铁站的时候 谁知道呢 他们的行动就升级了 他们说 我们要他呢 就哮喘病发作 那很奇怪 我真的立刻呢 就呼吸困难 呼吸不到气 而且呢 是越来越困难 但我知道呢 是魔鬼的工作嘛 因为我听到嘛 那我就 继续忍住 去等呢 等到见到传道人呢 我就没事了 那就是见到传道人就没事了 那接着见到叶牧师呢 叶牧师就为我做 祷告啦 他呢 按手在我头上啦 接着很大很大 很极大的能力 就进入我里面 接着在圣灵的恩公下面呢 我就 开始哭 去认罪 我说了很多呢 我以前呢 我 怎样去 反罪 去得罪神 很多是罪 我都说了出来 之后我见到 有红色的补血 是主耶稣的补血 在我头顶里面 一路地敲灌下来 我整个人呢 都被耶稣的补血去包围 你是见到是吧 是啊 见到的现象 是这样 由头到尾 这样包住我 接着我就继续 木诗继继继�in不来 跟我吐鲲 那我又 接着我就见到 我去到个很光亮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的天使在那边 很多 他们夹道欢迎我 去两边 开一条路 我就走 很开心 很喜乐 有些都是带着那些 樂器 我觉得那里是很开心 接着我整个人就充满了 补迹着很大的喜乐 我從未試過這麼開心的喜樂和平安 然後 喜樂的靈就快要充滿我 我就笑 像剛才那樣 有些人都笑得很大聲 很釋放 笑得很厲害 於是這樣的討告就完了 然後我回到家 我就學著葉牧師的祈禱 享受神 愛神 我發覺那些古靈精怪的聲音 恐嚇我的聲音 是完全離開了我 是已經沒有聽到 之後我每一天都這樣祈禱 慢慢 我就有異仗了 我就越來越多 甚至乎我見到我家 有一段時間我家是有天使在工作 是很明顯的 持續一段時間我都見到他們在 而且是有名字的 那些天使是保護我的家人 有很多時候我家人化險為異的時候 我就立刻就見到天使是怎樣去保護他 神就讓我看到天使是怎樣來保護我的家人 在今年葉牧師的聚會裏面 等候神的操練的時候 主耶穌帶了我去地獄 然後又帶了我去天堂 他叫我傳福音給我一個親人 他就這樣給我一個信心 於是我就做 就成功了 那個家人是信了耶穌 好 我很感謝神 因為2011年被葉牧師這樣釋放託告之後 讓我在罪裏面釋放出來之後 我的生命不斷去提升 在這兩年裏面 我曾經是為姐妹討告 那姐妹就頭痛馬上消失了 又有先知的恩賜 可以為弟兄姐妹去討告去安慰他們 神又給了我很多信心 讓我去為我的家人和朋友傳福音 在這兩年我很感謝神 我這兩年我帶了14個家人朋友 是信了住的 大部份已經是回教會了 所以我覺得我有今天這樣的生命 我做了一個很對的決定 就是我去做了一個釋放的託告 我願意這樣釋放 亦都願意在神面前去認罪 將一切的榮耀送贊 到家裡給我一包天褲爸爸 是啊 我全都在這裡 你呢 Mary 是姓劉的 我很感謝她 這麼久以來她幫助我 支持我 其實Ezra 還有更多天使故事 她將來有機會再分享 她說給我聽那些天使有名的 她會看到他們的名字 還有看天使如何保護她的家人 感謝主耶穌 我的心是很想我們被神更生 我第一件事就是活在神的愛中 每天都是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的愛 被神的愛更生 每天都很滿足 很平安 很興省 不是看我做得多好 是看神的恩典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所有問題 而又受訓練 接著要發揮出去使用 給神使用 我的目的 神給我的託父就是 興起很多人帶來末日的復興 神的復興是必然需要人去親近祂 從祂得力 並且處理生命的問題 並且受訓練 然後放膽去做出來 我希望更多人 更多人說不要緊的 嘗試操練 有些人說我還未到級數 不要緊的 操練不成功 最多就說回聽講正書 不要緊的 你還未到 去那裡 又不要緊的 所以你試下報讀這個操練證書 或者你甚至可以報讀這個 事奉訓練證書 將來這個證書出來 都是給你一個鼓勵 你能夠完成了這個課程 可以讓人去看到 你真是受過操練 現在你做得好 譬如真是你受操練 講到 講出來非常好 充滿能力的 那些人說 你真是受過好的訓練 有時有些神學院出來的學生 未必講得好 如果你投入 我會教你所有的竅門 我怎樣說到能夠輕鬆 怎樣有能力 有信心 你學完以後 然後操練的時候 你可以進步的 我希望我們這個聚會 不只是一個聚會 不只是一個訓練 是一路提升我們的生命 並且能夠有一群 被神的聖靈充滿的 弟兄姊妹 我們下個星期應該開始 就會有小組的 那小組做甚麼呢 就讓我們有一個關顧的群體 並且是互相扶持 鼓勵大家和神的關係 一起走這條路 以至我們能夠成為一個群體 去影響香港 以及影響全地 就是神給我的夢想 是很高很大的 而我們是可以去到很高很大 很多人就覺得 過禮物上教堂就是這麼多了 你想不想只是這樣 是可以更大的發揮的 你放膽去做就行了 你操練 不要緊的 就算你做得不好 不要死得的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如果你是 聽完我說 你決意改 你就去到外面 跟Mandy說 我轉這個操練課程 或者這個事奉訓練課程 我希望更多人有信心 是真的我們可以帶來這個復興 也都我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當中 我們會有人越來越多 投入經歷神 以及見到天使 在我祈禱 為人祈禱 是有好幾個人見到天使的 不過我自己就沒見過 很抱歉地 但不要緊 因為我經常站在一起 都在享受神 我又覺得不要緊 不過我每天 我盡量都抽時間 等候神 我一路祈求神 讓我有一天看到 其實我們任何人都是 沒看到 不要緊 不死得 看到又很感謝神 有些甚麼進步又感謝神 這樣的時候 就用一個輕鬆的心態 來面對前面的路 都會突然 在一起 不死 對前面的路 在一起 你對前面的路 我會想認識 你 有很多人